好了,星期六晚英超,今星期六的英超就不是有什么特别大战 因为那场大战就放在星期日晚,星期日晚就是阿仙奴对曼城的大战 所以就没有什么Big Six大对碰,似乎看起来比较平淡 但当然有些都很话题性,最终都制造了话题出来的比赛 甚至是很奇情,很戏剧性 说到哪场呢?晚联吧,近期过世约十分矮的晚联 上星期联赛对着水晶宫主场输0比1,不知所谓的表演 然后周中欧联回到欧联赛场也是主场出击的 领先之下被加拉塔塞雷反胜 土耳其球队加拉塔塞雷反胜3比2 又输了,总之就已经两年败了,所有赛事里面 这场球继续主场出击,在联赛对着奔福特 奔福特近期表现也不太好,近期表现也不太好 今季奔福特只赢了一场球 已经有好几场领先之下被追和 终于赢不了,保住不了胜局 其实他们加上他们的主力也有受伤 所以奔福特的表现近期来说是挺挺的 好了,曼联又退,奔福特又退 其实曼联也没有必性把握的,老实说 主场出击又怎样呢? 他说是奔福特的,奔福特几乎坚 奔福特过去两季被我们看到的表现 哇,直头坚又硬又坚 曼联不要说是奔福特 你也贏不了,也没有本事 没有本事可以让我尽性 近来我对奔福特,对不对? 所以,对着奔福特这场比赛 预计都是苦战,是恶斗来的 果然真的很苦战,非常苦战的 首先是奔福特,26分钟上每场26分钟 当时曼联中场卡斯米勒 中场又交失球 接着被奔福特打了反击 然后来到曼联甘区 曼联球员解不了位 连迪洛夫解围又散了下去 散来散去,散去散去的球 清不了 最终散去右手边,马迪亚斯赚实 赞神拉得到的球 起左脚一射 其实那个球射得不算很硬 不太厉害,没有什么角度 也不算很硬 也稍稍散去,好像伊云斯 没有记彩? 散去伊云斯,有点减了球速 但是正所谓这个球慢 我也有个人慢 那就是奥拉娜 奥拉娜这个球落地 明明是慢了 虽然在前面 似乎视线方面有些受了 但是他的落地真的慢 在手底里流入了 所以这球球就输了 昆虎特先开纪录 上半场26分钟先开纪录 好了,跟着 曼联下半场想想加强攻力 希望可以尽快修复失地 但是进攻的效果实际上不太理想了 虽然在88分钟左右 曾经把球送入网 当时在左边全球进来 令到门前的阿Jer 奔福特的挪威后卫 把球送入网 打算摆乌鲁 曼联有什么 谁知道 看慢镜,看VR 阿Jer 在前面的马斯雅 困到球 而马斯雅就在越位位置 所以最终球正看完之后 就不计入球 吃炸糊 他想越界祸 曼联也吃炸糊 90分钟 还是落后一球 不要紧 保时三分钟 后备进来的麦湯 成为功臣 首先保时三分钟 那时候麦湯在混战之中 近门起脚射入 追翻一球 1比1 那时候气势如虹 整场都立即 但那时候已经剩下 大约两分钟左右 厌眼联 今场球表现 两分钟之内 还要入多个球 似乎有点难 但是正所谓有运 这个世界很有趣的 有两个你认为 快被放弃的人 最终就会在你最危急关头的时间 成为了你的救赎者 这个球 保时七分钟左右 保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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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上保 那些时间 中场位置有个弗球 最后一击 Buno大脚上去 今场单位正数 麦加亚一个二传 设置到中间 麦康 涉前 一顶 快一步一顶 入网 2比1 真是有运 这个球 你可以说 刚刚好 设置得美的 麦加亚这个球 设置过去 摆脱到 宾福特后卫的狗前 一顶入网 最终曼联 2比1 戏剧性 反胜了 宾福特 成功全取三分 赢了这一场球 曼联排第10 8战4勝4负 12分 排第10 1分 领先车路士 和虎涵 输球 宾福特 8战1勝4 和3负 7分 排第14 同一赢球 爱华顿 和未踢小一场狼队 同分 宾福特 甘鬼就没办法了 他的阵容 那些 主力 那些 双的双 停赛 出不了 令到 经常性 都不可以有 那么 强阵出来 令到他们的成绩 也有影响 好 开始先看一下阵容 马联那边 排过4231 老门就是奥拉娜 后面又有志左 塔洛特 麦佳 雅伊文斯 和连迪洛夫 一阵放了卡斯米洛 排著 三个进攻中场 右边是 布奥 左边是 福哥 正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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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 坤福特 排过3-5-2 阵式 露门 今场波 用了史达高沙 后防三个中坚 尼顿光联斯 坤洛克 和阿扎 一队翼位 右边的罗斯利寬 和左边的喜忌 三个中场 马迪加斯 赞神 諾加特 和珍尼德 一队线投入 麦伯姆 排著韦沙 今场波 曼联 又是左阵 都被伤了 局主仍未能出 阵容 就继续有变化 但起码把南拉巴茨推上去 我开始以为连迪洛夫特 右阵 不是 左阵 你猜不到 特洛特 右阵 坤福特 本身有正宣路门 肺力根 受伤 出不了 用了前拉数的 阿尔班尼亚门将 史达高沙 做正选 首先说坤福特 刚才所说 坤福特 一向给我们感觉 是一队很有系统足球的球队 但是 今季他们表现 开季真的令人失望 一来 东尼的停赛 真的差一点 前面 就算麦伯姆和韦沙 其实要他们分担入球重任 是有些困难的 两个努力就努力了 但是就没有东尼那种的触角 没有东尼那种的射手触角 很多时候东尼除了是 入球之外 他在前面停的球 阿尔的新位 甚至乎是他那个抢部位 暂时就是 你看到麦伯姆和韦沙是做不到的 好了 你说前面武东尼还说后想入球 但是另一个最致命伤是什么 力高亨利的重伤 提早修裂 力高亨利早两个星期就不恩伤 提早修裂了 十字印带撕裂就要修裂 没有了力高亨利 真的是很糟糕 因为有力高亨利的时候 整条左路都是他打的 攻守也是他 你现在放希基去左边 他在波罗尼亚踢挂眼 但是他的攻守贫率是没有 力高亨利不够那么高 力高亨利是瘋狂的 即是由后场走到前上 然后不行的话 进攻不行 面不改容又回到后场 又再来过 那个强度是很强的 所以 这个奔福特在左路 基本上 左路的攻势 基本上可以说是断了 断了 还有 这场波 他们在前面迫抢的压力也不够 即是他们仍然在中后场 防守很紧密 但是前面很明显的力度是不够的 所以也解释到 为什么今季奔福特 他们开季的成绩 是令人有失望 和预期中有出入 再加上近期 不断领先之下 最终要失分而回 不是没有原因的 因为拿不到第二个入球 哼 你进到一球 其实应该好 不要说进第二球 所以 今季奔福特的成绩 可以说今场波 也是其中一个写照 又是领先之下 最终输了一场波 不过这样说 奔福特也未知是这么悲观 而未知是去到降办 因为总会有球队比他坏 等于石飞链 奴顿 也很差 奔福特未知是这么坏 但是问题 奔福特 真是中下游 好了 曼联 今场波将奔拉巴茨 放回中场 拍着卡斯米奴 打个伤防中 对奔拉巴茨来说 是立刻发挥的差很远 之前把他左閘 他很努力去尝试 想他怎么踢好 但是奈何真的不习惯 他也不是那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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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刚刚来到英超 来到一个不熟悉的联赛 但一个不熟悉的位置 那当然不行 所以令到攻守上面 也不见得特别出色 今场波放回中场 可以说对 对了 他和卡斯米奴 即是起码 先帮帮卡斯米奴 即是起码 这个中场线 无论是刺球也好 或者是推球上去 他插动一下也好 他也能做到事 而且他少有 今场波 整个90分钟 是少有叫做什么 狠走狠搏 有火的球员 一会会跟大家说 这个真的很大问题 中场 好了 卡斯米奴的表现是 可以保持到 但是 卡斯米奴一样都可以保持到 保持得差 保持得那么差 今季卡斯米奴的表现真的令人失望 那个状态 差得 哎 即是 你看到的状态之差 无论是防守 眼睛是慢半拍 跌得很厉害 速度 速度 速率 开始跟不上 卡斯米奴一样 拿着的球 好像不太集中 有些心神仿佛 跟上季的卡斯米奴差很远 差很远 比较失准 可以说是失准 半场被人换走 你已经没有很远 被人换走 没有很远 你说 如果说 跟阿姆拉巴士 他真的被比下去 如果下半场继续出他 很难说 我又不想说 会输回球 就输多球 不想有这么大问题 就是卡斯米奴的信心 卡斯米奴 你这样 今季到现在的表现也是 所以也解释到 曼联 今季到现在打不到 其中的最大原因 就是卡斯米奴 因为很多时候曼联 那一套球 特别由后场猜上的时间 是很依赖卡斯米奴 很依赖的 当一个主力 这个重心 一跌Watt的时间 让整队球 就好像 亦都大减折扣了 就是大打折扣了 那个实力 那个表现 所以卡斯米奴 今场球 半场被换走 是很合理的事 很合理的 防守方面 其实防守方面 今场球不算是太大问题 因为 奔福特给不了太大的威胁 曼联 那就是那个球 就是那个球 即使以后有些球 下半场 突然跑了几球 但是那些 都是中后段的时间 那些 例如有些死球 那些 但是 overall 三球 奔福特 也不算给了太大的威胁 麦佳雅和 伊文斯 今场球 这一队前里城组合 赛前一出 大家立即 哇 怕得很糟 但原来 今场球还可以 至少 至少 他们今场球 但 对得住人 对得住人 对得住自己 对得住自己 对不对 加上 不过 连迪洛夫打左门 是明显不惯的 特别 当对着 比如罗斯利夫 麦班姆 这些 他很吃力 所以 不是说 他经常推上来 那一刻 而是 只是做个防守 他真的不惯 他右门也OK 但是左门 似乎不是他强悍 所以 这一场球 输的球 也是在右边 当然 输的球 你也没得说 奥拉娜 这个球又是你了 就是那一句 你无论 多好的龙门 甚至是否好的龙门 也好 当去到这样 连续这么多场 是时候 让他先坐一坐 冷静一下 你强于迪基亚 来到的时间 但是 第一季 不停派交 那些高空波 似乎不太出型 两边 全中波 常常输 听到这样 废话 也忍不住 也要先让他冷静一下 不是立即棄用他 而是冷静一下 让他冷静一下 还用了什么 就是用了同一季加盟 好像没记错 都是同一季加盟的 丹麦的龙门 连迪加特 连迪加特 连迪加特出来 不勾勒门 对 到这一刻 又给迪基亚 你坐一坐冷静 操练让他见到你有进步 稳健 便出回来 然后开始慢慢变回信心 这是很正常的做法 即使 之前 保斯尼智 即是再次重返马链的时间 就算季初的时间 当然 即是他经常伤 就算没有伤 他的表现也不太好 都是要什么 有时也是被废罪拖下来 先做后备 云迪股 他先看着 是吧 到这样 就算云迪股表现好 见你保斯尼智 就可以了 不过你保斯尼智 虽然是伤 所以很多时候 这些是 所谓龙门的轮换 就要这样 龙门的轮换 就是 当一个龙门开始 见到有信心危机 输了这么长时间 你就要用后备龙门 去这样用一下 但是没办法 今常球打得继续出他 他又继续犯错 那你是不是时候 都要试一下 停一停呢 好了 防守 说完了 进攻 进攻 今场球 开洞都真的 算是整队球少有 是在前面 不断跑动 不断去做 想和队友做配合 以及又叫做有Harts 那种球员 今场球 整队曼联好 老实说 你说有Harts的 不是很多个 数得出 达罗特 跟着就是 含拉巴治 Mason Mines 接着开洞了 其余的 真的 sorry 他真的 連credit也很难给 这几个球员 就算不是表现十分好 但起码 肯走走走走走走 勤力 肯去 肯去 向前去 去抢 那些 被人看到 开洞很多时候 真的 你见到 独力难支 你这些组伙去到哪 他已经做了 支点的动作了 支点的工作 差不多做了 但问题是 你这些人不上来 没有人配合他 没有人帮他 在禁区里停了 几个球 围着他 停在这里 但没有人上来 旁边没有人 很多时候 迫着他特意转身自己去 但是 你两个人围着你 当然死定了 没有办法 要不就几十万丈远 要不就 整个人都站在那里 假设他给你 但位置又不对 那怎么给你呢 你万联翻优就是什么 就是 你要打控船不是问题 但问题是 你这些人要走位才行的 大佬 就是 开洞真的做尽了 这场球 做尽了 开洞来到这么多场球 老实说 表现 是不是技术很上乘 他不是技术上乘 但是他起码做到他的工作 他起码是拼准 他问心无疑 就是对得住人 对得住自己 就是这些 起码份量他先对得住自己 但是你其他人想怎样 是吧 有一个叫做什么 叫做福哥 我真的不知道他想怎样 这场球又是 又是顾太福民的 又是那种 拿完球 拖了两脚 然后又不走位 不知道站在那里做什么 没有一个好球 这场球 你想怎样 福哥 其实坦克 福哥和班奴 自带一个说一说 你问我 我就会不说班奴 我会说福哥 说福哥 福哥大事 在前面 他真的不知道在做什么 在前面 就算下半场进来 马山 他的兄弟 马山 又是不知道在做什么 又是不知道在做什么 在那里 整个角落在那里 哎 打法 你再这样被淘汰 你们 你们被淘汰 中场 Mason Mars 都踢得挺好的 就是 无球走动 是显示到的 但是更加显示出 就是你其他球员的 笔仔 是吧 蜜汤 感尝帮梅开二道 除了说他做了英雄之外 救了曼联一命之外 其实也告诉你 蜜汤的位置就是这样用 吾拿是放在防中那里的 真的不是放在防中那里用的 蜜汤 其实苏格兰国家队 已经告诉你 他怎么用的 你看看他 踢国家队那时候 踢个进攻中场后 上来 就像shadowstriker那样的 后上 入摄 入摄那一下 那些入球 入多少球 其实可以常常用的 今场球 你落后之下 逐出 就让你看到 是吧 当初你说要卖蜜汤 夏天的时候卖蜜汤 还说打包 蜜汤 蜜汤 和蜜汤 好想椰子出的 够不吸引 如果不是你放了 这场球在死定了 死定了 是吧 你特别赢的球 还要讽刺 蜜汤 蜜汤 还是蜜汤 其实蜜汤是可以留的 当然 他未必是正选的材料 但是 他可以做变阵的棋子 今场球告诉你 怎样变阵 好了 继续控传 还是怎样呢 坦克明白你想你那种民室 你那种所谓的坚持 是吧 但是有时你的兵源不够 回到未得的话 是不是可以作出微调呢 是 每种的踢法都要时间的 但是每个人吸收能力不同 是吧 阵容是这么多的 你可以大廊继续控传 但是当中可以叫做微调一下 你自己想 你做教练 难道我帮你想想 是不是 对不对 我觉得你再继续这样下去 就是你今场不叫好处赢了 但是再这样下去 就是够不了你多少次的 够不了多少次的 是吧 你那种 譬如最简单 你还是 你放连德罗夫左閘 其实你可以打左閘 但是连德罗夫放左閘 不放右閘的位置 我不明白有些什么 令到连德罗夫打不习惯 又搞到左路防守 不停地受压 因为福哥又不回来 福哥和班劳 其實 最重要是福哥 先说一下 是吧 起码也叫做 班劳和Mason Manns的分工 逐渐清晰 但班劳的角色 也是一个问题 很多时候都要球 要球不是问题 但你不要只摒堤手板 或者跟他死亡 或跟隊友走同一点 接着抢走球 自己用 就是浪费的 所以接下來還是任重道遠 還有最重要的是龍門的位置 是不是時候要讓Ollana冷靜一下呢? 先打在後備,你還有一個土耳棋子 你就試試土耳棋子吧 總算叫做自己贏一場,不過浪費氣了 上次對班尼也是西贏一場 之後又死了 叫做國際賽期好一點,等大家指一指 這個頹勢停一停,再想一想怎麼搞 不然再輸下去也不是辦法的 今季萬聯都是多災多難的,都是煩的 你看雙兵雙到這樣 當然這不可以成為唯一的原因 但這也是其中一個可以談論的原因 雙兵雙就這樣,你也不幸運了 加上新兵來到的時間,又不是全部能夠發揮水準 那就別說了 祝你好運 今集時間來到這裏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麻煩多點讚和訂閱 這條YouTube Channel CLSS,comment,Like,Subscribe和Share 今天我就在YouTube上按鈴鐺收通知 正常來的新節目和Live都會彈出來通知大家 還有FollowPatchel來宇童的IG 因為凡是有新節目和Live的預告 我都會在IG上出post也會登上IG story 好,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拜拜